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分享 基于DoubleGo皮修的DoubleMesh下的一些技术探索 接下来我会先跟大家分享 DoubleGo皮修的核心能力 以及它的技术架构 并且通过皮修作为Ingress Gateway 和皮修作为Progressing Site Car的两个场景的讨论 分享关于皮修的一些技术细节 大家都知道 Double作为加工技术站最流行的RPC框架之一 除了提供高性能的RPC技术之外 还提供了必要的流量治理和可观性等解决方案 DoubleGo作为Double在GoLang的技术实现 不仅实现了Double技术上的Double协议 其最大的优势还是实现了JavaDouble与GoLangDouble的互联互通 使得双站技术团队的技术选择有了更多的选项 皮修的定位是Double技术站的业务网关 在微服务的框架当中 无论是Java的Double集群还是GoLangDouble集群 皮修都可以作为集群的流量入口 提供流量转发 流量管理和流量的监控这些能力 协议转换是皮修的核心能力之一 皮修可以提供在HTEP、Double、Triple之协议之间的随意转换 皮修作为Ingress Gateway是我们会讲到的一种场景 它主要用到了皮修的HTEP to Double的协议转换能力 Double to HTTP的协议转换主要会用在SedCard的经用场景 帮助一些HTEP服务接入Double的集群 Double to Triple或者是Triple to Double 可以让不同版本的Double集群能够实现互相调用 除了协议转换的能力之外 皮修还提供了Altme的控制台 来实现我们动态的去管理和监控皮修的工作状态和配置信息 以及提供了流量过滤插件 来实现自定义流量的过滤和扩展功能 同时还集成了质量监控和Altme的认证服务 在皮修的典型应用场景 HT2 Double中 别就会作为HTEP Server 通过配置一个HTEP Listener 接收HTEP处理请求 其Double Pressing Filter可以作为Double的Client 把HTEP请求的内容转换到Double序列化的对象 调用Double Provider 在这个过程当中 皮修会访问注册中心 获取和发现可用的Double Provider HT2 Double的映射过程 也可以实现不同的HTEP地址 映射到不同的Double Provider 通过HTEP Header 完成协议的选择 Google的定制和选择 Bolding则是Json格式的请求数据 Json的模型通常是根据Double Provider的模型来定义的 这是在通常的微服务场景下的应用 我们通过皮修的架构 可以更好地理解皮修的转换 协议转换功能是如何工作的 从在这个 在皮修的工作过程当中 Client会把HTEP请求发到皮修 皮修会有主要四个基础组件 来完成请求的处理过程 Json的Router和Faiters 和Client Json负责来最外层 打开端口来监听 我们的流量 Router会根据HTEP的位置和地址 让它分发到Faiters和Client Client会根据我们的上游网关的配置 来建立不同的调用的Client 如果我们的是后端是Double 那么它Double的Client会与Regist 群对于通讯 然后获取Regist的信息 并且完成向下的调用过程 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发现 皮修的处理数据的处理流程 从左边的这个图里面我们发现 当数据在Client进入Prosy之后 首先进入的是Listener 然后会经过API Router API 然后到Cluster 然后在调用 在调用Backend之前 会有一个CleanFaiter 然后调用之后会有PostFaiter 然后再回到API 然后一个反向的过程 从CleanListener把数据 返回给Client 在CleanFaiter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最终的调用 是由Client的实力完成的 Client就跟前面所说的很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刚才 其实是以HTEP作为实力来讲 这个架构 但是我们针对于数据的处理 不止极限于HTEP 从右边这图我们看到 除了HTEP的Listener之外 还有TCP的Listener HTEP2的Listener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 这就意味着 聘修的处理能力 除了HTEP 这里请求在Faiter中完成 如果我们把PCU的 现在开发的代替注册的能力 集合进来 加上PCU关于 结议转换的方面的能力 就会做出更有意思的应用 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集群 它们分别有自己的注册中心 当我们需要跨集群 进行互相调用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 Double本身的跨集群调用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 对于原来的应用发生改修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Double来完成 不同版本集群的互相调用 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PCU会把自己做成一个代理 为右边的集群 注册到左边的集群当中 然后左边的Consumer 可以通过调用 PCU的这个能力 然后来由PCU代理 去和右边的集群进行通讯 这样的话 即使他们工作在不同的协议下 也可以由PCU完成协议转换的动作 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Double to HTTP协议转换的应用场景 在这个应用场景下 PCU会把自己注册成为一个provider Double consumer会通过注册中心发现这个provider 通过Double去调用PCU 然后PCU会把调用的过程 转换成不同后端的HDP请求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我们的Consumer会就不需要去发现 HTP的直接与HTP进行通讯 这通常在一些旧系统的改造里面也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通系统当中的一些HTP的server 与新的Double的减选进行集成之后 以后的升级可能我们会需要把这些service HTP的service逐步的升级到Double服务 那么就以这样的架构来集成 HTP在升级到Double之后 就在Consumer端几乎是可以无感知的完成这个升级过程 Double mesh对于Double框架的改变 主要在于注册中心的演化 注册中心从以前的ZuKaperNacos变成了KaperS的API Server和Eastio组成的控制面 这个变化也使得它的服务能力由单一的服务注册发现 变成了具于XDS流量的管理的控制面 在这个过程中Consumer和Provider都需要实现数据面的能力 基于XDS协议与控制面交互 实现控制面对数据面的流量管理策略 主流的数据面实现有方案有两种 ProSing Service Mesh是基于一个数据面代理组件 通过SedCon模式代理Service所有的流量 流量控制策略都是在代理组件中完成的 这样业务层就不需要关心Mesh相关的实现 也可以让Mesh组件与右组件独立升级 但这种架构的弊端也很明显 那就是会带来技术资源的额外增加 以及请求响应时间的延迟 架构复杂度也会提高 Mesh的另外一种方案是没有Progressive RPC框架直接与控制面交互 RPC框架实现XDS与控制交互的这种架构下 可以有效地避免Process with Mesh的弊端 据GIPC的测试Batchmark可以看到 请求的响应时间和CPU额外的资源消耗可以明显的减少 Double的Mesh方案以Progressive为主 在Double框架中集成了XDS协议与控制面交互 但为了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适应更多的业务场景 PCO内部实现了数据面的能力 业务服务可以以PCO作为代理与控制面交互 实现Process Service Mesh的模式 这样使得业务更轻松地接入Double Mesh 在这个过程 XDS协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Pstil将KPAS Service和Endport这些流量组件 以及Virtual Service和Destination Rule 转换成为Listener,Root,Cluster和Endport的模型 ADS,RDS,CDS和EDS通过GIPC与XDSClient同步 PCO与Double作为数据面 通过集成XDSClient 获取流量管理的配置策略 转换成本地的配置策略 实现数据面的能力 在PCO的配置模型中 Stantik和Resource Service有两个主要的配置组件 Listener除了PageAutoJazz作为监听端口和监听地址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配置FeedChain来完成流量的处理过程 Cluster配置外部服务的访问地址 也可以通过EDS来进行服务的Endport的发现 Dynamic Resource Service用来说明发现Listener,Cluster,Endport和Root的API的位置和类型 在DoubleMesh下 PCO可以作为Double集群的Ingress Gateway 实现将集群外部的HTTP访问流量导入到集群的Double服务中 在集群部署多个Double Provider 以及对应的Service 也可以配置HTTP不同的目录映射到不同的Double Service 这个场景与前面皮修典型HTTP-Double的场景很相似 主要的区别在于皮修会与HTTP进行交互 获取Double Provider的注册信息 以及流量控制策略来配置本地的网关策略 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场景变化为Double-to-Double的场景 这种纯粹的Ingress Gateway的场景 可以不进行任何的协议转换 作为纯粹的流量入口 这里的Double Provider是要使用XDS作为注册中心 并配置注册中心的地址为HTTP Dynamic Service也需要指定使用Esteer作为API的type Sedantic Service需要配置对应的Fed Chain完成协议转换 在皮修的运行过程 在启动时会创建Aggregated Discovery Service Client ADS Client订阅所有的Cluster的信息 皮修会根据Sedantic Resource的Page来过滤Double服务 在众多的Cluster信息中过滤目标的Double服务 并且订阅对应的Endport信息 完成本地配置 这样皮修流量就可以与Mesh中的Double服务进行联通 实现Ingress Gateway的能力 好的 现在我们先一起看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是实例的代码 这个实例位于皮修的3Boss里面 然后我们会看到它分成两个部分 皮修的部分的话呢 主要是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在Double的部分是Double的代码在PKG里面 它是一个它有一个Double的实现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部署的代码 部署代码是用HEM来作为部署的 HEM的会有APP是我们的Double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皮修Gateway 它也是把我们皮修的配置部署成为一个Doublement OK 我们看一下皮修的配置文件 因为要把皮修作为Gateway来部署 要作为APP Increase Gateway 那么皮修的配置文件里面 就需要配置我们的Dynamic Resource 那么我们看到Dynamic Resource里面配置了 有两个LDS和CDS 它们使用的是API Type 都是Esteel 然后ClusterName是XDS Server 那么XDS Server 其实可以在Sidentical Resource里面 在Cluster会找到XDS Server 它是它指向EsteelD 然后在Standic Resource里面 还会看到它的Listener的配置 Listener的配置里面 也只有一个HTP的Listener 它监听8883端口 然后它的FitterChain 是使用的是HTP Connection Manager FitterChain 然后它的配置信息 它的Config配置了Router的Config Match 就是Match 做PrefixMatch的UserService 然后对应到 Router到Cluster的DoubleGoAPP 但是我们在Cluster里面 是找不到这个 在Cluster里面 是找不到这个DoubleGoAPP的 因为这个APP的配置 其实是通过CDS的这个配置 从服务器动态的拉取下来的 然后最后在Listener的FitterChain里面 会找到一个叫DirectDoubleProxy的配置 的这个Fitter 这个Fitter负责将我们的HTP请求 转化到Double的请求 OK 这Double的这个配置 Double这是PCU的这个配置 Double的配置和实现的话呢 看一下我们的最Double协议的一个实现 那么Double的话呢 首先需要去做一个Struct 它只有一个服务 服务方法叫Grating 它接收一个GratingRequest GratingRequest只有Name 然后GratingResponse会把他的Name 加上Hello的返回 加上Hello返回到这个Casima 它的服务名称叫GratingService 它的JavaClass是这个DoubleDemo的GratingResponse 那么这个配置在Double这样配置完了之后的话呢 是需要在需要在Init的时候把Provider和这个Request Response都注册到 都注册到Config当中去 那么对于Double的这个配置 我们可以看到 DoubleGo的配置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DoubleGo来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DoubleGo来实现 那么看DoubleGo的配置 DoubleGo的配置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最主要改变是Registry 使用的是XDS 而不是以前我们常用的GoogleGo的Nagos Adgents也指定了STL 然后它的Provider和我们通常的做一个Provider 是类似的 只是我们的协议和协议用的是Double 然后Interface就是按正常 刚才我们在在定义的时候的名称进行配置进来 序列化使用的是Hession2 对 然后这样的话 一个DoubleGoGo的Provider就完成了 然后在部署过程 其实我刚才我们提到是用的是Hem的部署 会部署两个部分 App和Gateway App部分的话呢 其实是部署了一个Deployment的一个Service和ServiceAccount 然后我们的Gateway部分也是部署了也是会部署Deployment的Service ServiceAccount 通过我们的这个部署 刚才我我已经提前部署好 通过我们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部署好的文件 可以部署好的文件 那么在KVS里面已经会有两个Deployment一个叫DoubleGo App一个叫PCO Gateway 那么同时也会有相应的Service 有两个主要的Service 那么如果我们调用它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在PCO Gateway去调用它 因为我们PCO Gateway是一个Cluster的 是ClusterIP方式部署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映射到本地来 本地的映射是通过Provider来映射过来 映射到8883映射到188本地的1883端口 在这映射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调用 调用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的在RequestBody里面 去把我们的类型和我们的这个结构 都以Json的形式放出去 然后我们地址是一个地址 然后UserService UserService是在PCO里面 是在PCO的 是对应的PCO的UserService 这个Root的配置 然后后面是对应的我们的 Double的Service的名字和相应的方法 OK 这样调用的话 就看到我们等通过Service去返回这个 去返回了对应的服务的返回 实现就完成了这个调用过程 PQO在DoubleService的另外一个场景是 PQO作为SetCard 为非Double协议的业务组件提供接入DoubleMatch的能力 比如与Pathom实现了一个HTTP的Server 提供给其他的服务调用 一个方案是直接调用HTTP Client 但HTTP的调用需要其他的框架和基础设施 来实现服务发现和流量管理的能力 如果业务本身在Double的技术战下 应该考虑把HTTP业务统一到Double的技术战中 以便能够重复使用基础设施 避免提高它的复杂度 PQO SetCard的这种模式 利用Double to HTTP的这一特性 满足了这一场景下的技术要求 与前面的场景类似 Double Consumer也集成了XDS Client 将STL作为UGET群来发现PQO代理的HTTP业务服务 Double请求在PQO转换成为HTTP Request HTTP Response会转换成Double的Response返回给Consumer 这样就会完成整个交互过程 对比HTTP 对比HTTP to Double和Double to HTTP的配置 我们可以发现 HTTP to Double的场景中 Listener是使用的是HTTP作为Listener 但在Double to HTTP中 Listener是TCP的Listener 对应的HTTP Listener对应的 FedChat做FedChat是HTTP Connection Mennage来处理Double的请求 另外一个方面 Mennage对应的FedChat完成运无调用的Progressing也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PQO使用不同的配置完成协议转换的能力 稍微回顾一下刚才我们梳理的两个场景 PQO在Double Mesh下的两个应用 它作为Ingress Gateway和Set Card的方式 在Double Mesh下的一些技术细节 分享中提到的Samples 可以在PQO的Samples仓库里面能获得圆满 社区也正在开发PQO更好玩的这些功能 包括Set Card自动做Deployment 加密和Extr的通信工程 以及完善更有实用的流量治理措施 好了 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通过扫码来加入Double Mesh下的社区 来和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很有意思的应用 谢谢